只有百戶股評外,更可讀享其他優惠 現在就立刻申請吧 入會及查詢詳情可電由 hsi.general.gmail.com 及致電51115655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活動與香港人網無關 我是Swing 香港人網 敢說自豪聽 星期一,三、五 蕭先生助陣,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事哲理 風也蕭蕭,現在開始 好,風也蕭蕭的時間,Live 今天我們多了你們幫忙 林康正去了積極考慮參選 或者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謝謝,蕭先生 跟林康正一起做的節目 做了兩三個月 我叫趙善軒 在這裡也要幫林康正說幾句話 林康正積極考慮參選 所以如果他積極考慮成功之後 很可能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的早上 十點鐘 就會有機會出現在沙田的民政事務處 如果朋友住在那邊 方便的,有時間的 一起去看看他積極考慮成功 好了,另外Jesse,你說說你的話 是的,26日就是人網義工隊 第一次出征 我之前說過,上午我們會幫 獨居長者清潔家 下午會幫婆婆化妝拍照 還有蕭先生、劉勇和醫生都會去探望他們 還有送禮物 那些禮物當然有些是蕭先生 在人民公社買送給他們的食物 另外還有一些廚房用品 有位北區的義工勞先生送給婆婆 所以去多謝她 還有清潔的用品 又有一位高小姐 又漂亮又有愛心的 又贊助了我們 還有一些另外的清潔用品 是綠水的 還有人網義工送給大家 他們是主動接觸我們去幫忙的 那我要在這裏多謝他們 是,還有星期日的open day 大家還可以來申請 我們盡量擺多些位 我希望可以在這裏看戲 如果有時間就是 我們有個戲院 看什麼戲呢 看Texas Gang Saw 就是這個3D 很害怕 很害怕 是不是看完要看一路向西 鄧翻文 我們今天想說說的東西 就是想由日本的東西 開始講起 或者你先介紹一下 最近看到經濟學人的說法 日本現在有億多人 一二人口 他們有人預計 二零一 二一零零年的時候 日本只剩下四千多萬人口 是啊 很糟糕 人口是縮到沒有水 那怎麼辦 他說四百年後 日本就剩下三千多人 就是以這個規定 就是變成這樣 很恐怖 這個中國遲早都會這樣搞 因為你一孩政策之後 原來不放寬 那我就首先講 就是這個關於日本最新 其實昨天日元 到了九十之後 就回跌了一些 主要就是因為 那個日本通脹保守派的 央港行長白川芳明 是說跟日本手上 把通脹目標按年增幅 由1%增到2% 但是就是2014年1月開始 那些人覺得他在玩笑 2014年也在玩笑 一張一年的期票 日本手上就是平均 就是一年換得了 六年換八個 是啊 那還是不是他出了這些問題 做出來擺明是 大家知道是未必做到的 這件事 日本股票就是 就是 因此回跌 日元又回跌 那你首先講一講這些反對 這樣印銀子的人的立場 是 那個麥克風是嗎 是 整個麥克風 整個麥克風 是 他的主要立場是怎樣呢 其中一個很有代表性的 就是 就是這一個 有一篇東西 這個是 那個 是 這一篇東西所講的 這個是 有很多學者 都是講這個問題 就是日本如果 日元太多的話 會貶值 導致他的通脹 一來 導致利息的問題 因為他國債 這個可能是負擔不起 所以就解釋了 為什麼在過去十幾年 出口這麼疲弱的情況下 都不印銀子 但是安倍晉三 一出來就似乎打破了這個傳統 是的 他們的討論 就是這個傳統 這個 傳統保守貨幣學派 這些可以這麼說 理論是怎樣 你兩為解釋一下 這個 我不是搞通 他認為 如果你這樣印銀子的話 終於 就是 那個人 對於世界上的人 對於通脹的期望 就是會高的 通脹的期望 變成真正的利益 而日本 其實 就是 那個 國債 是230% 的國家的GDP 如果是這樣 日本就破產了 十年後 但是他現在兩頭都是死的 第一 假設這個講法成立 他很快就會破產 但是如果他不印 日本這一代人其實是沒有希望的 就是文章都提到了 他說如果沒有希望的話 對國家他怎麼搞呢 看到中國一直壓著日本打 所以他內部也不穩 所以 無論是哪個政府想 如果他印 都可能可以補到他幾年 不印的話 他就很快馬上下台 一年又換兩次了 一分鐘又 嗯 那就是 如果你們 就是有些人說 收得不好的 其實隨時可以用YouTube看 就是YouTube保證你收得順的 其實 第一你可以用YouTube看 第二 如果你不順的話 現在是有一個按鍵來選擇的 你可以用一個Low一點的設定 即可以選一個Low Rack 是的 其實下面那裏 一個就是本地伺服器 那個其實是高一點的bit rate 下面一個360p 那個就是低bit rate 那那個就一定是順的 明白嗎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即是可能你下載的時候 就或者會處理得好一點 高階障道 如果你看Live 可以試一下 即是如果直覺可以試一下 就是360p那個 就是這樣 嗯 好了 那就是這個 YouTube都是 即是你如果選擇360p 當然解像度低一點 但是其實就是 會順暢很多 會順暢很多 如果你那裏 因為這個時候8至9 就太多人 就是在屋邨上網 其實永遠是分享的 這個頻寬其實是 這個伺服器其實 因為你的供應商 可能不夠 不夠 所以拿不到那麼多 算了 開小一點的 screen 不會這樣 即是開小一點解像度 對 開小一點解像度 縮小一點 要不然你就看YouTube YouTube一定很順 好了 我們要回顧日本的問題 其實是 首先 這個最大的mockery 就是 在30年前 你說的那本書 即是 It's Japan to be Number One 是美國哈佛大學 一個很出名的歷史學家 這個 傅高爾教授寫的 其實他近年都寫了一本 《鄧小平傳》也很出名 在中文大學出版的 他30年前說 即是日本 會估計 很快成為第二個 在美國之後 經濟體系 也比較嚴重 但是最近 傅高爾教授 走出來說 很失望 因為日本的政治制度 導致他經常賭國 賭國的政治政策 當然不能夠延續 所以他估計 日本不單止 不會保持到 他的Number Two 還會被其他國家拋離 很明顯 中國在去年GDP 已經贏了日本 是啊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當然 在這個 三十幾年前 是沒有人會明白 日本為什麼會衰落得這麼厲害 是啊 那因為 其實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電器和車 是打到美國死死下的 大家覺得 日本那一套東西 你要解釋 當然可以 日本這麼厲害 他用終身就業制 團隊精神 這些全部解釋 但是我拿這個來比 就是為什麼呢 首先我先講講這個經濟理論 那些人說 如果你還是怕這件事 你已經怕了足足是二十幾年 日本的經濟一直都是這樣 於是你們要轉手一搏 印銀子 起碼是一件事 印銀子是一件事 就是不能夠再容許日本日元作無限量的升值 這個是瘋狂的 你知道嗎 在過去幾年 日本經濟這麼疲弱 日元還是不斷升上來升到七十幾 這個國家怎麼會不死呢 這個很明顯開始逐度負荷不來 其實貶值也者 其實就是全國一起減租減日減的人工 其實這件事 這個很明顯在韓國 就是跟它完全是相反的 走的 就是韓國在這個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 就貶值得很厲害 那導致到二千年代的出口是很強勁的 但是日本就完全走過來 就是我去日本 打算買Camondi 一年都貴過一年了 都不敢買 不過現在可以去一去 這個其實就是 起碼 第一 你說怕那個interest rate高 首先就是 我講一個簡單的 另外一派的看法 你將日元扔低 在某個情形之下 當然是會刺激出口 以及令日本的東西沒那麼貴 去日本的旅行團爆了 就因為日元跌 那這下是一個Kick來的 就是對經濟 否則你在死掉的情況下 已經是別無選擇了 再給日元升值 基本上是自殺 好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當你某種情況 去寬鬆買回日元債 那一刻 在那一刻 那個interest rate是不會升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 supply and demand的問題 就是你印銀子去買回債 那債是相對於銀子 是不是少了呢 你知道嗎 要一段時期 就是build up inflation expectancy 才會升 其實是 但是你又控制它 不讓它太高 它的inflation是1-2% 如果超過這個 你就又收回日元回頭 現在在這個情形之中 你是在減少債的 知道為什麼嗎 這件事是 因為你買回債 其實國債是在減少 因為你印了銀子 其實就是將國債貨幣化 這樣叫做 好了 那這一點就是 其他理由 我講過很多 就是 一個日本 這是一個很好的textbook case 日本之衰敗 即是三十多年前 是沒有人猜得到的 沒人猜到 那天再看一部電影 說那時候 Sony去買 是不是華立片場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 我看那個電影 剛剛說的那件事 是多麼風光 那些日本旅客去參觀的影城 現在怎麼會想到 今次今天這樣 Sony多少外債 是的 我講這個教訓 就牽涉回 第一 解釋理由 我已經試圖講過幾次 我不講了 即是社會規範太重 政治的始祝不上軌道 你看這樣換手上 其實你就知道 即是這個是 沒有真正的輪替制度 日本人傳統觀念太強 即是在這些社會的規範上是太強的 跳不出來 所以他的經濟 去到三萬多元美金那一刻 就卡住了 其實他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全世界的大國 去到三萬多元美金 level 講大國 即是有六七千萬人以上 如果經濟還有momentum 能夠做到 是兩三個國家 你小國就容易 即是挪威、瑞典那些就可以 就是美國、德國、英國還可以 其他已經失去momentum 意大利、法國 完全失去momentum 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你去到這個level 你要靠很創新才行 即是創作性才行 因為他的productivity已經去了一個樽頸位 去了一個樽頸位 所以富高爾教授 其實他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他跟政治制度有關 他認為最重要是 因為日本二次大戰戰敗之後 美國幫他設定了一個 不能夠中央集權的制度 而不能夠中央集權 在很多歷史學家認為 就是導致日本 他衰敗的主要原因 因為他以往的成功 是因為他中央集權 現在不能夠延續了這個傳統 所以這是第一個解釋 是啊 這個當然就是 日本人 你不會明白的 你不是跟日本人來往 你不會明白的 幾十年前 這個就是三十年前 黃玉郎是買一架日本滾桶印刷機 來到 就請了一個日本人吃飯 裝好之後請了一個日本人 叫一個技師吃飯 吃吃飯 黃玉郎有一件事投訴 那個機器有些東西裝得不好 你知不知道那個日本離開的東西 全家都翻走 不是啊 立刻刮了工程師的巴 那個工程師就是 立刻刮完巴 就要站起來公公道歉 日本人的精神 你是想不到的 香港人是不會明白的 就是套用塔 有一次運船 運車在美國 一下車那一刻 就是它的汽車盒 按錯了按鈕 撞了一百幾十架 那個人自殺死了 但是一個這麼大壓力的國家 其實是挺難創新的 是 是很慘的 其實是在這樣的壓力下運行的 其實是 就是日本人是 他們的社交平台是這樣的 除了這個壓力之外 我想有另外一個解釋的 就是日本過去的成功 就是對內保守 但是對外擴張的 但是二次大戰以後 它沒有辦法能夠對外擴張 就是它對內的保守 就平衡不了這個出路 所以搞到它越來越 就是不斷地保守下去 所以人口政策就是一個 它是亞洲很多國家都很歡迎的 就是外來移民 日本是最排他的 所以這個導致它不能夠繼續創新 所以我就說 你其實就看一下 最有經濟活力的那幾個國家 這個是我用這個歷史教訓來講 其實美國就是靠西班牙裔的移民 做了意大利黑手黨 就是南美的人不停進 所以西班牙裔的移民 其實是頂住了美國的人口 這是大術中心 就是全世界最厲害的人 去他那裡 去吸收全世界的移民 去吸收全世界的blame work 你現在看一下 我剛剛昨天才 有和我看biohasset 那些打法 完全是香港的打法 真的是香港帽子 一看就知道是香港帽子 你明白嗎 就是在這樣的情形 美國就支持得到 德國也有一件事好 它是吸收土耳其移民 否則是絕對是不行的 日本是太過排外了 根本是完全 而且加上他的人口問題 這個就是很嚴重 所以如果他不再輸入人口 或者不再輸入新的勞動力 其實他就死定了 日本即將毀滅了 你看看日本大學也是 如果我們去日本大學教書 如果我申請去日本大學 日本的經濟復甦 如果由1950年 其實之前他是想整日本的 何時開始放日本 就是因為韓戰 韓戰 美國本來就是想禁死日本 一定要支持日本 來對抗中國 開始借錢給日本 以及搞日本經濟復甦 到他開始衰落 前後40年 這個process 中國做了30年 就是7、8年到現在 這個就是講回中國的情況 你說一下這個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中國是否會 改革 革命 或者是怎樣 中國的局勢又怎樣 現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傳媒 其實不是現在開始說 十年前 有一本書叫做 中國即將崩潰 應該開始說 說崩潰說到 2011年會崩潰 但是2011年沒有崩潰 作者說2012年會崩潰 但是仍未崩潰 但是 開始 現在 他們這些學者 有一個想法 中國未必會完全崩潰 可能他會透過改革 來解決到 現在他正在爭議 有問題 因為傳統的西方改革 很多時候是由下而上的 透過文革壓力去改 但有些學者就說 不是說中國一定要由上而下去改 就是由習總的英明領導下才可以改 所以西方現在有兩派學者 有些正在吹噓習總的改革很厲害 但仍然有一些正在堅持中國的滅亡論 就說 引述了甚至乎 建國大業 裡面搶解石 模擬他的說話 他說如果改革 就亡黨 不改革 就亡國 所以都是 中國其實就是 我們有不同level的bottleneck 中國就叫做中級經濟發展的bottleneck 大概5000美金左右 去到這裏 很多國家可以在這裏 幾十年 而我是看不到 中國是會過到這件事的 其實是 因為實在有很多事情太嚴重了 因為 國有企業 和國家的稅務所佔的比重太強 這套系統太過窒息創新了 對資訊的流通太過窒息了 對於財產的保護是太過薄弱了 我不是講其他 我都不講政制這些 貪污制度化 貪污制度化 去到這裏 就是很大的危機 你說過這裏 歷史觀這句很好笑 尤其是 中國人 是不跟你講客觀事實 有幾個問題 一講大家就反面 其實很容易查證的 對 這個就不是中國歷史觀 我要澄清 這篇文章 就講中國歷史觀 和世界歷史觀有大差異 其實他們是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 中國共產黨歷史觀 很喜歡定性 定性的 性質 其中的航戰就是西方美帝侵略戰 如果一講就反面 你說不是 你說不是 你們就受了美帝圖徒 受了美帝圖徒 這個其實是事實 大家都可以查出來的 這些黨人都公開了 那是誰先發動戰爭 中共是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 就是壟斷所有的解釋權 他們就是真理 是的 比如說西藏也是 新疆那些 如果你說它是人民起義 又反面 他們明明就是叛亂 就是在共產黨的角度來講 所以不能夠 就是他們說這個是中國和西方的歷史觀的差異 是不能夠有妥協的 不能夠有妥協的 他完全 這些東西就是 你可以查證的 這些 日本歷史教科書 是不是承認在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侵略中國 是九十幾個百分之 是 是有極少數有派的 其實不是 但是你呢 堅決覺得日本歷史教科書 沒有講過他侵略中國的 就是這個 南海發生了什麼事 朝鮮戰爭 哪個挑起 他根本不會跟你講 那個現實是怎樣的 這些東西可以查證 他覺得是完全不能看的 論述就是大於現實 所以在大陸的學者的心目中 第二 就是給大家看看這幅圖 這個就很像日本 出了日本的 先出了A A A 不是B A 這是日本 即是你看到中間就是 現在 2010年 左邊就是 中間的圖 你看到日本是怎樣收縮 那個人口 那右邊就是 即是預測將來 會變成什麼樣 2060年會變成這樣 你看他 是這樣抓腰下去的 其實 那個人口 其實這樣 是死定的 我可以這樣講 即是你每年 是以0.5%的速度下跌 現在中國就出現這種情況 現在看看中國的圖 即是到三國 去向他到三國發展 即是說 現在最多人的 就是40歲至50歲那裏 那裏 那裏大概 就是每5年 就是有1億4千萬人 去到新的這裏 現在是剩下6千多萬人 即是5年 即是13萬人 是不見了一半的 大約20年之後 就變成像日本 即是日本現在這樣 尤其是他不願意開放那個人口政策 如果是這樣 就唯有輸入人口 中國不能輸入人口 唯有在印度輸入這裏 那麼大的同監 就不能輸入人口 在印度輸入庫裏 除非輸入南亞人 那現在大陸都有很多黑市人口 在廣州都有很多黑人 這就是中國面對的問題 我們作為中國人來說 即是我不是一個 即是已經 我的民族主義 已經修正了很多 但是 我是一個中國人 即是一個理性地愛國的中國人 即是說 你不是用 覺得中國人這件事 就是大於一切的 你明白嗎 即是那件事 是要在普世價值 在人權 人民的福祉為先 其實是 其實分別就是這個意思 以及你是永遠尊重別人的選擇 即是有些地方要獨立 我覺得其實 我老早就覺得西藏最好 給它獨立 即是起碼這些地方獨立 你不用浪費很多錢 你不用浪費很多錢 你不用浪費很多 浪費很多 之前我也講過 如果中共想繼續維持西藏 就整個共產黨 就順暢唆罪罰教 即是為甚麼蒙古 即是原朝和清朝一樣 清朝的方法就是怎樣 清朝是人口抑制 清朝的時期 看看分幾個時期 最早期的時期 你說乾隆 家慶的時期 他對西藏 新疆的人口 他的管制是很少的 但到了後來 同志的時期 光帥見散 他對他控制很多 控制越多的時期 你會發現 他的獨立運動才興起 但是之前你說 渡光年間 你不要見他這些事情 所以蒙古也是 建了鐵路進去 他才開始搞獨立 清朝的政策 其實就是民族政策 基本上就可以這樣說 和漢人分隔開 而是精神上告訴漢人 他就崇拜漢族文化 就是用儒家思想 用科舉 你明白嗎 他又拜孔子 他這裡 就是假託儒家思想 用儒家文化 來控制漢族 但是他是一個少數民族 那他又怎樣呢 他就和漢族蓄意分隔 因為他知道 如果一通分 他就沒有了 所以滿漢是不准通分 來保持他這個特權階級的特異性 好了 然後對蒙古是怎樣呢 他因為太少人 他和蒙古是血親關係 其實和蒙古 滿蒙是聯合一個統治集團 蒙古是他的助手 來統治中國 所以王太極的後宮裏面 其實四個都是科而復旗的 還有少許朝鮮族 是啊 他連結了這些人 對於西藏又怎樣呢 他又不是 他又轉了信藏傳佛教 高舉 因為西藏其實是個廟 你要明白 就是等於佛帝剛 你只能信天主教和信教士 西藏人就不會反抗了 整套東西基本上是這樣 其實 雍正的時候想過一些事情 在滿洲有一個民族 叫做兔波族 拜撒滿教 他是想把那些人搬去新疆 後來搬去西藏 搞到他們都相信撒滿教 但後來當然發現不成功 不成功的 因為撒滿教是一種原始宗教 佛教是一種高級宗教 講教義 到最後來說是一定會輸的 不要劣教排除聖教 因為高級宗教經過哲理化了 到講到底你就會輸了 這個其實 當然這些東西是symbolic 就是說 密宗入西藏是三次的 首先就是這個文成公主那次 後來就斷了 第二次 其他的年輕人去就不夠人抽 去到本教 就找蓮花生大使去 跟那些人鬥法 其實鬥法就是大家鬥急 就是講誰說贏 結果就講贏了本教 這個是第二次進去的 就是這個密宗 地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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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選擇 第一就是要相信對方 第二就是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要自殺 你自殺 好了 我們講回這些問題 我們當然不希望流血 我們希望中國就會改革 回到我們現在香港想面對的問題 你講一下戴耀 講什麼 就是港大法律系的教授 他就提出了一個很奇怪 說這麼激進的事情 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傳統的認為 只是我們激進派才會講的 他說如果有一天 我們能夠動員到過萬人以上 去佔領中環 癱瘓中環的話 普選就真正有機會 是啊 那就是王漢言 就是這樣說 你覺得怎樣 抗爭手法 我們講一下抗爭手法的問題 首先 這個全世界都是 你不能夠用跪 或者不能夠用A的方法去做 你不抗爭 就必然會被人欺負上頭 是不是 就是那些量化變成 側變的那些 香港很難做 因為對手太強太大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抗爭 但是如果無端端動員一萬人 肯定會引起市民反感 所以之前做前期論述 我認為就是關鍵之處 是啊 你再簡單說一下他的計劃 下一節 下一節是夠鐘 好 再說 在1974年 一部改變美國恐怖電影史的電影 今年 可能是你第一次 親眼見證3D殺幕現場 德州電的殺人狂3D 1月31日 埋身虐殺 哇 Jackie Ninh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也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Ninh當然怎樣 相信我 Jackie Ninh超級 你在說誰 連Jackie Ninh也不認識 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Ninh 我暗瘡 是否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Ninh的電話幾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理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是Jackie Ninh幫手 她們兩個月替我解決暗瘡 現在沒有暗瘡 我心翻散 由Jackie Ninh和暗瘡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它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辭名 靚波王 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肥 上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想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例程美學方 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簡壓瑜伽班、燒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訂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本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總之詳情?快點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先去報名吧 金庸明珠小說外編 天龍八部二網上遊戲 加入舞臨最強十大門派 先戰斷獄六特神劍 再戰喬風航龍十八獎 全球八千萬高手 經以現身舞臨 1月22日 天龍八部二Online全新改版 即上gameone.com 免費登記 獵命江湖 星期一、三、五 燒山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史哲理 風雅少少 現在開始 為何Youtube還在行這個決定呢 因為在北京寄下來幾天 京順豐都寄不到Capture Card 今天都未收到 一寄到就未收到 還在北京的那張卡 還不明白 等等 會不會是陰謀 好 你說說戴耀廷的大致計劃是怎樣 戴耀廷都很仔細的 他說得 整個計劃是有詳細的 對 好像一個計劃書 因為他說如果要有一個殺傷力 迫到中央或政府去改變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不可以就這樣走完就算了 所以他提出了一件事就是佔領中環 但是如果真的要佔領中環癱瘓香港 去成為一個籌碼的話 第一 要參與的人數一定要夠多 譬如有一萬人的話 就有這個效果 因為警方是不能夠就這樣拘捕這幫人 就算因為警力是負荷不到的 除非他真的出動到一些較為大殺傷力的武器 才可以做到 第二 參與的人裡面 一定要有一些社會上的意見領袖 其實知名度要高一點 形象比較好一點 他以前不是那麼激 如果他現在都能夠參加這個激 那麼激的行動 就會更加能夠感召到人 第三 要保證一定是非暴力的 這樣才可以達到一個道德感召的效用 最好就是參與之前 叫人們簽了一些細章 向公眾表示 我們一定會堅守非暴力這個原則 甚至可能做一些行動 去將這個組織這個行動的文明 表現給人看 例如將這些告示 去叫車子改道 其實這些行徑 都是去表現給人看 這個行動有多理性 有多文明 另外還有他的提議 最好就是要持續的 不是說有個時限 幾個小時 或者到今天 或者公用戒期完結 就算了 要有一個持續性 即是不到黃河世不憂 那就要全港市民都輪流去支援 因為有一點像那時候 北京學運 有些人去運糧食去 運一些被鋪去 運一些被鋪去 或者輪一下家 另外就是要一起承擔罪責 譬如你一萬人去 他堅持只要告你一個 那那個是甚麼 所以之前最好就是有些誓言書 大家都答應 我們會一起承擔罪責任 就算他到最後只要告一個 其他人都應該要去司法部門自首 以示一個支援 以示一個支持 另外第六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時機 例如他覺得這個事實 商普選就最重要了 譬如你不可以說 為了雞毛算皮事 甚至乎可能沒有審查的三國金 都未必能夠用到這些 佔領中環這麼大的舉動 那你不可以之前試很多不同的行動 都用這個方法 然後最後才做普選 不可以的 一來就是要是最大的要求才可以用的